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爸那你先忙啊 我回那儿有时间回去看你啊 嗯 嗯 哎 孩子们呢 都大了 都有自己的家庭了 给老二打电话 看看中秋节能回来吗 喂 老二啊 哎 爸 中秋节能回来吗 中秋节回不去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 行 那你就忙你的吧 那爸 我不给你多说了 我这边有点事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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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哎呀 多忙啊 喂 闺女呀 你啥时候回来呀 爸 我忘告诉你了 我刚交的男朋友 今年中秋节要去看他父母 哦 那行 那你就好好跟人家处啊 好了 爸 那我玩游戏去了啊 那个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 好好好 哎 看来呀 今天中秋节呀 又得我一个人呢 老公 刚才谁打电话呀 啊 是爸 他问咱中秋节回家了 我告诉他不回去了 因为咱打完儿子了 带他去多少场了 老公 不是我说你 咱都多久没回家了 老二总是忙 妹妹还上学 自从妈去世以后 爸就剩一个儿了 多孤胆啊 姐妹说得太对了 咱这中秋节不出去玩的 我马上给老二总打电话 咱回家陪爸过去 哎 大哥 啥事啊 喂 二弟 中秋节你回家吧 哎呀 中秋节我有事了 我估计回不去了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啊 这个中秋节必须回家 妈去世这么多年了 咱都多久没回家陪过爸了 行 大哥 你放心吧 我现在就晚上回家啊 二弟 哎 大哥 你回来了啊 对 这刚下飞机着 啊 哎 什么事回来了 大哥 早了 二哥 哎 妹妹 你不是去你男朋友家了吗 没有 我跟我男朋友说了 今年中秋节回来陪爸 过两天再去他家 走 咱回家 一起陪爸过天 走 你真怪 你们不是不回来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美 想看更多内涵小视频吗 关注头条号乌托邦 每天都有你想看的 没完六点 我在这里等你们哦 我可以做一定的你 我可以做这个 是什么事吗 再做这个 我可以做小专业 啊 我可以做好事吗 我可以做什么事吗 我可以做好事吗